繼續節目時間 香港自地發展位於大亨道的上臨 入伙大約4年 仍然有超過10個貨尾未賣 大部份都是複式單位 要賣6,700多萬至過億 在現時可供發售的樓盤當中 售價最貴 屋苑的複式單位 間隔及用料及手工又是怎樣 一起看看 位於大坑道的上臨 由香港自地發展 2009年入伙 看中的單位是一個中層複式A室 業主今年年初以6,019萬買入 實用面積1,991呎 實用尺價大約3萬元 業主打算放租 月租叫價12萬5千元 實用尺租62.8 由於丟空了一段時間 所以尋驗樓師看看有甚麼地方要收拾好才租出去 單位的賣點是有維港煙花景 所以露台都開在這邊 有大約53呎 不過可能為了遷就大廈外形 不得是正呈三角形 客飯廳有大約300呎 採用近乎落地的玻璃 不過中間這裡有條柱位 擺放傢俬要售下 這邊向西 望到虎炮別墅 和油場實發展的名門 地面鋪上深啡色的地板 鹽樓師華爾大概四年樓齡來到港 單位大致保養得不錯 要收拾的問題主要都是和流水有關 好像這個洗手盆一樣 好像看起來沒甚麼 水龍頭都不是很緊 這裡就一直拉在這裡 我們嘗試搓點水進去 下面已經在滴水 一直滴下來 另一個洗手間的洗手盆也有流水問題 不過出事的是水喉 濕了 記得找水喉師傅 弄回去才住 因為住下放了東西才滴水 就麻煩了 這些位置通常都是放刺子 滴濕了刺子就用不了 另外洗面盆上面的光管 跌下來要安裝 然後把水煮起來 座廁外的玻璃門很難關 要倒閉 廚房有電磁爐 也可以明火煮食 焗爐微波爐當然不少得 賣得起6000萬的豪宅 發電商也除屋庫送紅酒櫃 廚房連接儲物室 不過揭開天花旅板發現有問題 這塊天花片 有些鹽箱、水的東西 再看上去 這條喉 有些水漬 每次刺上去 是濕的 即是說 這條喉 其實是現在滲水的 就一定要製造它 除了漏水問題 窗框外的枝膠比正常老化得快 一看窗外面的防水膠 就龜裂了 已經是老化了 我覺得快了一點 因為其實防水膠的壽命 應該可以去到七年至十年左右 以兩三年 變成這樣的歸裂法 其實已經是時候要做過了 不過看窗邊四周圍 就沒有滲水跡象 另外窗的防水 它是有兩重的 除了侵防水膠之外 其實窗框裏面 還有浸泥泥水 實框都是防水的 現階段 這條窗就沒有流水的 看這個跡象 其實是可以不整 到真的發現窗邊 有少許滲水的跡象 才再剷起防水膠 再製造過 都可以的 單位下層有客飯廳 廚房還有一間房 而上層就是睡房區 有三間房 較小的兩間分別都有 大概100呎 主人房門口兩邊都有衣櫃位 提供不少儲物空間 這裏有超過250呎 無窗台位 兩邊都採用幾乎落地玻璃 景觀相當開揚 其中一邊可以看到海景 主人房套設的空間都相當闊落 有箱洗手盆設計 棋缸和浴缸都有 當然不少電視機 屋苑管理費實用面積計每呎3.7 以這個單位為例 每個月要大概7300元 至於車位方面有277個 平均每戶最少分1個 售價價乎80萬至150萬 不過要留意 在二樓有大概40個車位是露天甲 而且大廈旁邊有斜坡 範圍都不小 即是樓書粉紅色的部分 還會有責任分擔相關的維修費 五十五 平均 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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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道